MING PAO TORONTO 我想很多新秀媽媽或者爸爸 對現在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都很擔心 是不是留著寶寶在家會安全一點呢 我覺得有一部分疫苗 其實寶寶是不可以太遲打的 譬如出院之後 第一個月至兩個月 其實他們有一些叫做混合疫苗 和13架肺炎 其實這兩種疫苗對寶寶都是比較重要 亦都有一種叫做淪臟病毒疫苗 如果你真的想為寶寶開始吃的話 他也不可以太遲吃第一劑 通常我們的建議都是15週之內一定要開始吃 所以其實整體來說 寶寶值不值得冒險出去找醫生幫他打疫苗 每個爸爸媽媽都應該跟他們的醫生 然後就溝通一下 看一看每個嬰兒的情況是怎樣 當然也要衡量一下 當時疫情的趨勢是怎樣 而先決定嬰兒可不可以 較遲才接種他的疫苗 當嬰兒還是小 有兒期低於一歲以下 其實他們的呼吸都不是十分暢順 亦都呢 如果你真的戴口罩在他面上 第一個口罩的尺寸未必適合他們 第二他們很多時候都會用舌頭 舔舔舔舔 或者用手去拔 我自己衡量過 覺得如果一歲以下 戴口罩可能的風險是更大 所以我就不贊成一歲以下的嬰兒 戴口罩出街 那如果出了街 那怎樣呢 怎樣可以避免這些飛沫傳染呢 譬如你戴嬰兒 用嬰兒車 或者用手攬 你都可以用一些 譬如雨檔那些東西 封一封住 起碼都不會直接吸到嬰兒的面上 另外嬰兒也很容易 手仔到處摸東西 然後又擠到口 又擦一下眼睛 這些都是十分危險的 所以手部衛生對嬰兒來說也是重要的 嬰兒其實是可以用酒精搓手液的 不過有兩點要注意 第一呢 就是嬰兒的皮膚比較幼嫩 用得多酒精搓手液 可能會容易敏感或者變紅 第二呢 就是嬰兒用酒精搓手液 一定要等酒精搓手液乾了 才是算數的 因為如果還是濕濕的 嬰兒有時候會放進口 就不太理想了 媽媽不用擔心 如果媽媽不是確診者 其實胃部母語 對嬰兒有百力而無一害 最重要是 媽媽、爸爸和照顧嬰兒的人 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手部衛生 和個人衛生 其實胃部母語 可以將媽媽的抗體 過了給嬰兒 讓嬰兒有一個抵抗力 所以我十分贊成 媽媽繼續堅持胃母語 大家要記住 以下這幾點 養和同理齊防疫 養和同理齊防疫 之後從外面 就看見 得到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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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